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早晨 今天是2023年3月 在香港和大陸正式開關之後 我們第一次去大陸 今天會去哪? 我們這次會去廣州 以前有聽過李家仁醫生唱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來到中廣城呢? 因為我們這次會去坐船 為什麼我們要坐船去坐高鐵呢? 因為我們這次去的目的地 正確就是我們坐船的目的地 如果你有去過廣州坐船 你也知道那個船是去南沙港的 上載這條片或者到你看片的時候 香港去廣州的高鐵 就會再有多點直通的車 其實如果我們不坐船 我們可以直接坐高鐵 由西九龍站 去到慶勝站 但是因為我今天拍片的這一刻 是沒有直通車的 就是它還要去到深圳北再轉車 我們覺得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不如直接坐船去吧 前面就是中廣城珠江客運 但現在暫時還未開門 可能太早了 現在才6點56分 說時遲那時快 它終於開了燈 看看我們是不是在這裏拿票 趁搭船這個時刻 解釋一下為何無緣無故 這麼多地方不去 要去南沙 如果大家有留意大灣區的新聞 都知道 之前中國政府搞了一個藍沙方案 這個方案就是放了很多資源 去南沙這個地方 希望可以吸引一些廣澳的青年 來到南沙這裏 搞創科 開公司 所以我們結果選擇了 今次來考察一下南沙 自己想去看 比看電視更好 可以看看環境好不好 能否住 交通配套是怎樣 食物很好吃 所以今次我們就選擇了來南沙 我們正式進入境 去南沙 前面就是中郊藍色海灣 如果住在這裏 真的方便 因為一出已經是後面的南沙 說回這次我們會來南沙 在疫情期間我們也想過 究竟我們是高消費式地住在香港 還是便宜地住在內地的城市 今次這個南沙之旅的影片 未必為大家帶來很多旅遊的資訊 但可能會和大家分享到一些 究竟如果你也是看了這條影片 為了看南沙發展成怎樣 那就對了 我們就一起去探望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以及給我這條影片 我除了拍中國大陸的影片之外 其實我還有很多不同的旅遊片 會上傳在我這個頻道 好 我們現在逛逛逛逛 來到地鐵站 南沙客運港站 我們現在就去南沙客運港站 坐地鐵是如何的感覺 好 這個就是南沙港的地鐵站 我們現在就準備進入4號線 這次住的酒店 是這個喜來登達南沙酒店 它是簣州站附近 簣州 好像住在尖沙咀 起碼有商場可以吃東西 消磨一下時間 哇!這個站 走極了 超長 超過尖東轉車的路 地帶密博的站也特別大 我們在這裡買了車票 馬上上車去到金州站 車程大約20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就立即打車 坐10分鐘車程去到廣州藍沙月秀喜來登酒店 好,我們現在檢查這間酒店 剛才在大堂看 就超級美麗了 好,別說太多 現在馬上帶大家看看這間房間 它聲稱幫我們升級了 首先進來 轉個彎已經看到我們的廁所 有浴缸洗面盤 這裡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不知為何 放兩支喝的水在廁所裡 然後這邊呢 這邊還有一個淋浴間 這邊就是我們的馬桶 乾濕分離非常之好 出回來這邊 就看到我們一個半透明衣櫃 裡面就有兩件浴桃 有拖鞋 甲蟻 這裡又有一個小Pantry 小Pantry上面就是一個雪櫃 小Pantry這裡又有兩支水的 看看大陸的茶包是給甚麼來的 這個是甚麼 哥倫比亞風味咖啡 捷榮咖啡來的 你看到我後面是有一張雙人床的 其實夠三人睡都應該睡到的 所以兩個人睡是非常舒服的 有一個大電視 三星的 我打算是那些甚麼 小米那些可以看一下 怎知道都是三星的 這個是我個人最喜歡的 這裡的插頭 你會看到都幾齊全的 直接有USB的位置 這個插頭 香港插頭插下去 沒問題 不用轉頭 那這邊呢 也有個插頭 又是有這個 不知道為何很多酒店都很喜歡 這個JBL的喇叭 直接有喇叭功能 不錯 這邊呢 又有張沙發仔 很舒服 中間有個小茶几 我們兩個人可以坐在這裡 談談心 聊一下國家大事 也可以坐在這裡 你們最想知道的 都是想知道 這個view是怎樣 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view 就真的很不錯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的小社區 因為如果 In case 就像我們那樣 就是想過來南沙 看看會不會在這裡住 我們都覺得這個位置 應該比較是市中心 以及應該要認識一下 遠處看到 很漂亮的藍色的橋 那條就叫招門大橋 旁邊就有個 藍沙星河Coco Park 原來都建得七八八 我們眼睛看前一點 啡色的樓 龍光 中壘 水岸 如果住這裡 看著這個景 其實也挺不錯的 而前面這個 就是招門公園 招門 就是這裡 其中一個 比較中心的位置 好了 我們剛剛 滴滴打車 過來這邊 游方天地 黑白中心 我們現在進去 看看 能否找到什麼好東西吃 好了 一進來 你說去脈很豪華 還未算是 但總算是 好像幾多店舖 我們先上樓上看看 我們剛剛來到這間 就是 六個大廚 順德星廚菜 就是我們今天來到這裡的第一餐 看看 順德菜 會不會順德哥情七 數二 好啦,我們剛剛在後面這間六個大廚的順德菜吃完 我的結論是 順德哥情七 數二 其實他順德得來 又不是很正宗順德菜 我自己覺得 不難吃 但又不是特別好吃 尤其是魚腸鮮蛋 跟我們平常吃的焗魚腸是有一點點差別的 魚湯、魚羹又不是夠熱 始終魚羹、魚湯這些不夠熱 就差一點 桂花、豉油雞 我以為它是新鮮雞 都應該像是絕藏雞 結果每樣東西都是 差一點點 當然它都有出色的地方 例如魚皮和藤村粉 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五顆星來講 我有三顆半 大眾點評是多少分 大眾點評是4.1 我不知道現在4.1分 在大眾點評算不算是高分 但如果是的話 藍沙的人也不算很懂得吃 而且我們今天吃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十大招牌菜 其中幾尾 Anyway 在這裏商場先走一會 這裏也有一間在大陸 最近超紅的休大宿 最出名的就是 鴨屎香手打檸檬茶 當然當然要留下一杯吧 外面的部分 繼續是遊芳天地的戶外部分 可以看到街上好像沒有太多人 但其實店舖也有運作 我相信如果在這小區居住 應該是頗寧靜頗舒服的 鏡頭一轉就來到萬達廣場 可以看到萬達廣場其實也有很多人 不過我不太喜歡這個商場 中間的空間位置 全部都放在POP STORE 令商場的路好像很迫業 說回食物 最高的那一層 全都是餐廳 現在要吃什麼 我想也要走幾個字才可以走得完 今晚選擇了 這個韓邦菜 龍井湖 可以看到裡面 可以說是座無虛席 超多人 我們叫了一人一碗燉湯 很足料 而且很清 吃韓邦菜 當然會有桂花蓮藕 還有這個松鼠鱷魚 不過說真的 其實這裡的菜 你說它是否很好吃 又不是特別正宗和出色 但又不算難吃 跟剛才那一間 可以說是差不多 最令我疑惑的就是 大眾點評 TOP 1 的龍井湖 叫化雞 叫化雞不是這樣的 這個好像普通做雞 所以結論是 普通吃雞又不差 但叫我推薦 我又不覺得它很正宗 值得推介 其實如果吃不飽 回到漫達廣場的戶外位置 都有一些類似夜市的食街 不過我們因為都吃飽飽 所以打算早點回去酒店休息一下 來到第二天的早餐時份 讓大家看看這間Shurton的自助早餐 是有什麼食物 早餐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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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的香港科技大學 這裏不知建好未 不過沿途看戲 很多新樓盤都在建 相信這一區接下來 應該發展得不錯 因為這裏不是對外開放的 所以我們就進不去 因為我不是在這裏讀書的 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在外面網路進去 這裏就是科大的 Academic Building 現在我們看看可不可以走到 再前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看到火雞的位置 如果你有去過香港 在西貢的科技大學 科大有一隻火雞 在迴旋處 這裏也有 從外觀看 這間科大比西貢的那間 是更加大和漂亮的 畢竟它剛剛建好 落成了也不太久 不過我拍攝那天還沒建好 所以只可以在高處看看 你看到這隻火雞嗎? 我們剛才在科大運 坐了大概半個小時的車 來到這裏 砌石澳 不是騙大家 是砌石澳的 砌石澳客森 其實這裏是哪裏呢? 這裏就是南沙遊艇會 其實就是我們昨天搭船來的 南沙客運港 前面這裏就是遊艇 遠處你會看到有一隻郵輪 因為這裏呢 南沙港也是有一隻郵輪的武港 而它旁邊的位置 就是在遠處的有機車大廈那裏 就是我們昨天下船的地方 那這裏先走走 因為這算可以說是南沙這個地方 就算不是唯一 都是很少量的旅遊的地區 那就是這裏 好 不要說那麼多 到處走走走 讓我們先走走走 到處走走走 我們能找到食物 所以我們便來到這個南沙遊艇 武港海景餐廳 吃我們的下午了 這家公司這麼有趣呢? 印象澳門... 風景一流 真是對著一隻郵輪 所以一邊吃一邊吹風 不知道食物好不好吃 這間餐廳 如果今天天氣好 即是看到現在天氣很陰天 景色都還可以 因為你對著那個就是虎門大橋 環境WISE是不錯的 但是食物WISE 藍沙你又再一次去告訴我 這裡的人是不懂得吃的 我看大眾點評 Top 10 所謂特色菜 味道又不是特別差 不過又不是特別好吃的 很簡單 乳鴿有灌湯乳鴿 首先你聽名字 灌湯乳鴿是否湯浸呢 不是 不要被灌湯弄誤導 其實跟我們平日吃的乳鴿 是差不多的 脆皮乳鴿 平日在香港一隻吃的 這裡是一隻都沒有的 兩位是真的只有兩邊 好像試吃一樣 我說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最奇怪的就是 它28 元一隻的鮑魚 因為明明好地的一隻鮑魚 為什麼要弄得好像七味粉鮑魚一樣 怎麼貴呢 應該夠味的話就不用弄那麼多東西 對自己的鮑魚沒有信心 才要弄那麼多味道 唯一叫做很好吃的 叉燒銀牙炒斜製麵 但是其實那個就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那些是很普通很普通的炒麵 總括來說 如果你說這些是叫做米芝蓮級 我真的打開眼界 完全我不覺得這間店的東西是很好吃 似乎藍沙的人就好像不是特別色色 要不然這些東西那麼差 臨回香港前最後一站 就看看這裡有沒有好喝的咖啡 好 我們現在來到南山最後一個食物 以及所謂的景點 這裡其實是莎藍大廈的地下的一層 就是這個磨咖啡 我現在手上有一杯Dirty 你看看樣子都很漂亮 喝下去也不錯 是認真的咖啡 而它除了這個咖啡之外 也有蛋糕 蛋糕也好吃 我覺得最驚嘆的 除了南山兩天吃了這麼多餐 我也是說這裡的消費 其實都真的不便宜 很多正餐都不太便宜 但這杯Dirty 你不要看實際杯 我平常在香港 如果NOC 這樣喝一喝 這杯是二十幾五十元的 但現在我叫這杯 是二十五元人用的 這次真的半價了 如果我又來這間餐廳開始拍 反過來我可能會覺得 南山的消費也挺便宜 可惜其他餐廳我暫時吃過 所謂有放眼一點 或者是在大眾點比較高分的餐廳 都是不是特別便宜 那些食物全部都不是一些很正統的廣東菜 所以結論就是 首先如果你打算過來這裡旅遊的話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旅遊景點 甚至購物中心都不是特別精彩的 而如果你打算在這裡住 我覺得開車是挺必要的 如果你沒有大陸車牌 或者你在這裡乘公共交通 不是不行的 不過就不太方便 即使你每天都打的也好 始終不是很就手 就是你喜歡去哪裡去哪裡 我就覺得這裡一定要有車 才是一個比較圓滿的一件事 我們沒有看過樓 我們不知道這裡的樓是怎樣的 你可以看回Youtube 其實打藍沙樓盤有很多 那些什麼中港什麼什麼樓盤的經紀 會拍到一些片 你看過那些應該都知道了 純粹找一個地方 居住環境好一些大一些 我猜應該都不錯的 這條街又算幾乾淨 又不是特別多人 除了昨天去晚達廣場那裡 市中心是很多人之外 尤其是如果你沒有親身來過 看過那個樓盤 可能你是住的地方 旁邊是完全沒有東西的 全部都是爛地 那你願不願意做這個開荒樓 你在這裡住 當然可能你的租金 或者你買的價錢 一定是便宜的 但是反過來你的定款 就是你需要開車 還有就是你不可以一上街 就像萬達廣場那樣的地方 最後一個多小時 我們就準備上船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藍沙之旅 就過一段落了 如果你有些朋友 都在想像你今天來看這條片 都在想藍沙會不會一個 可以去旅行 或者是居住的地方 你記得分享這條片給你的朋友 還有記得like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旁邊的鐘仔 如果出新片 你會收到通知的 記得按全部就收到通知了 好 那我們這次就來到這裡 下條片見 再見 拜拜 字幕再不記得按照片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